假设xs大于负1 是求xs加1分之1加xs加6的最小值 当xs大于负1的时候呢 我们一向之后就会知道xs加1是大于0的 所以xs加1呢 我们就当作是我们的算计不等式当中的a 这个呢就是一个正数 所以我们后面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利用算计不等式来计算 好那xs加1分之1 这个呢如果是我们的a的话 那我的b的部分呢 是不是应该要跟它一样 我们待会才可以约分 好所以xs加6呢 我就把它拆开 变成xs加1之后再加上5 好那写成这个样子之后 同学应该就可以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前面的这两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利用算计不等式 好算计不等式怎么写 a加b除以2 大于等于根号a乘b 好所以我把2呢移上过来的话 就是a加b大于等于2根号a乘b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部分就是a加b 好所以我们就会大于等于2倍的 好根号呢 x加1乘上x加1分之1乘上x加1 好那这呢是前面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算计不等式 好那这个5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呢在不等式当中呢 只要两个都补上去 那它就会成立了 好再来根号当中这两个可以约分 所以呢就只剩下1 根号1就是1 好所以2乘上1就等于2 好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是2加5 所以就等于7 好那我们题目原本要算的 x加1加1加1加6就是这一项呢 就会大于等于7 所以我们的最小值就会等于7 3加6 4加6 4加6 5加6 3加6